荣耀发财快保 大仙什么都知道 每到赛季更新自己 那就是新皮肤的狂欢盛典 这本S21以来 咱们一下就要见到五款新皮肤了 玄册赛季限定 鬼孤子赛季限定 雅典娜萌亚战令限定 以缘放新缘皮肤 咱们今天主要来看看 战令限定这一对师生 雅典娜和萌亚 那首先来说说信仰雅典娜 此款S21赛季的一级战令皮肤 名叫丹词大作战 那雅典娜化身为英语老师 平日里没啥特别爱好 就喜欢冷着一张脸 示意峡谷靴子 单词背熟了没啊 那画面中的雅典娜 戴着金框眼镜和字母耳环 身着成熟性感的峡谷制服 手拿较暗 金色长发飘扬 一旁的顺便和门后的西施 都要看呆了呀 等等 你们两个出现在这个位置 该不会是有新皮肤了吧 局内展现中 看着巨大的钢笔 盾牌一样的大试卷 这是怕学生看不到自己考了多少分呢 再瞧瞧雅典娜的普通攻击 平了一下就丢两三张试卷 简直不要太豪气 那一技能神圣进军 雅典娜举举起盾牌朝指定方向冲锋 行进剑会留下三张试卷 周身形成一个金色透明的圆形光盾 会持续存在一秒左右 那二技能贯穿之枪 雅典娜举举起钢笔朝指定方向位移 到达敌方单位后会留下七八张试卷 且在地面上铺开圆形光圈 三技能近卫圣盾 雅典娜原地蓄力开启大招 周身竖起金色光芒的屏障 将自己关在金之胜利球中 数着周围有几张试卷 当光芒裂开时 卷至成堆散落 这么多试卷 接日子学生时代放长假的噩梦呀 被动真神觉醒 雅典娜这玩后长出翅膀原地起飞 脚下镶嵌的光圈是皇家的盾牌 她化身为金色雕像的同时 还不忘撒下一地试卷呢 总体来看 雅典娜这套皮肤 虽然是一级占领皮 没有新语音和新动作 但从特效来说 已经接近十四级门槛了 朋友们我心动了呀 说完老师 咱们再来说回学生 萌雅八十级占领皮肤限定 狂想玩偶喵 这套皮肤的设定是萌雅 畅游在白昼乐园 惊醒后 同水里的小动物们一起嬉戏打闹 她这回可是太萌了呀 穿着一套喵咪睡衣 拿几金鱼做武器 看着可爱的猫爪肌翼 这依然狂放不羁的 尘黑发射 这跟她头一样大的铃铛 挂多了怕水有点飞脖子吧 那先看看萌雅的普攻 转一下金鱼就吐车一个蓝色的鱿鱼 攻击轨迹散发出 占蓝色的光效 被动炙热浑天 萌雅进入了兴奋状态 金鱼机箱上冒出蓝色光芒 且随机掉落彩色星星 这也太少年星了吧 那一技能狂轰火线 萌雅使用一技能 鱿鱼和星星全军出击 顺着她的攻击轨迹 不停的给对方喂鱼 时间长达五秒 装周和坤都快吃饱了 二技能暴力重炮 萌雅用二技能丢出一条金色大鱼 飞到最远单位后 大鱼一炸 炸出一堆海洋生物不说 还放射出八条蓝色鱿鱼 你果然是个魔术师 那三技能飞弹原席 萌雅使用三技能蓄力召唤海洋生物 三秒后蓝色圆盾消失 萌雅连续扔出鱼雷 鱼雷打到敌方单位后 分裂出成堆的可爱符号 感觉的确有点萌啊 言归正传 那萌雅的这款皮肤的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荣耀播报 击败特效 以及回神特效也十分精致 就是不知道拿在手里什么感觉呢 你们期待吗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这两款皮肤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优化呢 呃 那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遇到一个神仙队友啊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都死在了聊天的路上 你要知道这帮人 他已经陷入了一种纠结的状态 你越是跟他聊 越是跟他怼 他就越不好好玩游戏 此时啊 你不如安心关闭局内打字 安心关闭小喇叭 耐心操作 你打个三杀四杀五杀 他觉得这个游戏还游戏 他当然就自然而然想完了 但凡觉得自己靠言语能拯救这个家伙的 那都是实属太年轻了呀 朋友们 有些人只能看到你一打三 然后发一句小哥哥加油啊 他才能好好玩游戏 你们觉得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